聚盘棋,讲解是2023年的五阳碑冠亚生决赛第一局 红方正为同,黑方是红制 开局是西安之路,对兵局 那么红方正为同走的是中炮 黑方选择的是上马 红方上马之后,黑方并没有正常上马 如果形成平风马,红方将会有多种手段 比如说57炮,58炮,56炮等等 所以的话,黑方决定了非右向 这种棋呢,他比较灵活 但是呢,红方出局以后,黑方上过交马 他就会有弱点存在 红方呢,就上正马 黑方这边也就是上马 这要控制,合口 红方掌局,就是要把他赶走 黑方就切进来 红方一出局 黑方先给红方一个下马威 红方也是反手一剑 这边呢,你吃我一个 我吃完之后要吃另外一个 将来呢,中炮可以突破 所以黑方呢,就决定把这个炮给他换掉 在这个局面下 纠缠的招法就是先补个式再说 因为这个马,他踩着炮 吃马得子,他始终是一个先手 更重要的是,将来他可以把对方的这个马 摁住,这马上不去 暂时就没骑 左马上去没有出路呀 现在黑方可以控盘 先补个式,找机会出局再说 那么先换掉之后呀 红方就给他吃掉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黑方你再去出局的时候 红方呢,他就闪开了 这个棋,他主要意思就是骗对方 你要是压过去,他一打就先得子 所以这个棋,你还得再退卧星马 他将来在退啊 你这个马现在还得跳起来 吃完之后的炮一闪 将来你这个局炮被牵住 可能不太好开展局势 所以他分边的意思是你打掉之后他有根 黑方现在必须打 如果你不打这个马,上一步再上一步踩向 有向无处飞就危险了 所以到这儿必须得打 然后呢,这边也就吃 换掉以后呢,这个棋啊 形成了双举炮 对战的是双举炮 黑方呢,这个棋走到炮二平一 想从边线进去 其实有炮二平三比较稳妥一些 那么炮二平一之后,红方这时候呢 如果吃,那打掉双方断战啊 那肯定不行 红方守住,不让你过来 然后退局抢你的足 这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思路 黑方的话,这个棋足 正常也就吃 吃完就像 向外的退局啊 那么这儿应该说是可战 他可能担心吧 这个棋被对方利用 所以就没敢冲 他先退了去 结果被对方冲过来 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给他向掉了 然后呢,黑方他骑河啊 抓象,实际上把锯拿起来 红方飞象也没有问题 黑方也就补了个事 这儿红方顺手就给他吃掉了 就是牵住你的炮 现在我一瓶炮就要捉你 如果你落象我就卡象眼 你飞象我也卡象眼 所以黑方赶快把锯掉过来 他的意思是 你现在平炮没有用 我有一个双距一线绞杀 现在就可以脱身啊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红方先补事 黑方现在要脱身 就把锯推到底线 如果说你不吃中足 平炮的话 看着赤子 黑方其实可以飞象 卡着象眼 他也不对冲 这个棋就问你对不对吧 首先对掉之后 那你的子被牵住啊 走开之后一个一交换 再进锯抢兵呀 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核定了 所以这个棋是不敢去对的 红方显迎棋就要去吃 然后呢 黑方他也有手段 他进鞠盯着你 准备炮打出来 你冲兵 他在吃你 走这个就吃掉你 红方看似平鞠有一个杀招 可以吃双鞠 其实黑方可以炮吃掉 红方这个棋是不成立的 那看着吃鞠 其实呢 也是不敢吃啊 因为底下门工 所以呢 这个棋既然不成立的话 红方就不能够平鞠出来 降回狮子 所以呢 黑方能吃掉红方一个象 红方是很有顾忌的 所以这个棋你不对剧就要丢象 受攻 对完剧的话就平稳赢不到 所以这就是啊 为什么这个棋啊 他没有选择这个炮 过来牵制的道理了 所以的话 林场他选择招法使剧有平武 给对方吃掉 那么黑方就出来进行要对 红方到这儿也不能再躲闪 否则他平炮一打立马就合起了 所以就对掉了 试图纠缠 那么对完之后 红方也就冲兵 准备靠这个兵过去呢 吃对方炮啊 那为什么要走就不行呢 因为你直接吃边族 人家一抓双你就要丢啊 这样就不够赢 所以他先保留这个紫过河之后再吃啊 将来再把鞠拿过来 保证有鞠三个兵就离开了 那黑方他也就守住啊 意思是给你吃一个 我将来中间把你中兵一吃啊 就容易合起 所以红方肯定是不肯啊 正常冲兵也可以 他先平炮的话就是保持炮灵活性啊 在定位 这样的话 黑方这个棋啊 担心丢足就先冲一步 红方正常的话就冲兵 那么从这个思路来看的话 红方到这里有点畏首畏尾啊 要冲兵刚才就可以直接冲 现在的话 既然走炮那肯定是点下去往边甩下底线 这样一个思路 哪怕你抓我就退回了打你足骚一下 所以红方先进炮是比较积极的 那么冲兵的话 这个棋你刚才平炮这步棋啊 就被人家挡住了啊 你就过不去了 然后的话 你甩狙的话是想冲兵威胁对方 黑方这时候就给你来了个平 狙要队啊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就甩开啊 黑方在抓啊 在平 这边的话 他又是对 那经过这个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一个规则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啊 如果说对了 那就是换棋 如果不对的话就闪开啊 那黑方 居四平二肯定是一桌 关键是桌二平四 他算不算是一桌呢 首先炮吃炮 试掉之后再一吃啊 他多吃一个是 按道理应该是黑方 就变招的 但是这个棋很有意思啊 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红方甩开之后 黑方又是一抓之后 红方居然主动变招了 那么这样的话 黑方就点进来 随时可以抢兵 红方好不应过中兵啊 想杀对方 结果呢 黑方这个炮就点进来了 所以呢 这个棋啊 就出了点问题啊 那么到这以后 红方呢 正常过兵啊 黑方把兵就扫掉了 那么红方现在平兵啊 黑方他有一个防中炮 这样的话 他形成反击之势了 红方如果说平拘过来 将军把拘于换就合齐 如果想炎就得出啊 出的话 他这里会将 如果你进来的话 就会吃你双啊 一破相就危险了 所以你只能知识啊 黑方过七足之后呢 有对杀的手段 所以红方过两个兵 黑方会过两个足 这样的话 这个棋也是没把握引到的 所以到这儿的话 双方也就一合了 这是双方第一局啊 接下来看第二局 最后找到 现在保证了 你我们来看